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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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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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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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干吗 过来 过来 先过 上海的货都退回来三次了 这月工资又够呛 老哥 老哥哥 你这变化也太快了 你不能再改了呀 再改我就来不及了呀 那 那我这么多货 那不就废了吗 不 老哥 你可是这样 你这样 就算我求求你了 帮帮我这个大忙 我们厂子工人 工资两个月都没发出去了 老哥哥 老哥哥 老哥 厂长 什么事 我们那袜子怎么了 出什么问题了 这袜子 先咱们厂子陈旧 跟不上形势了 不想要了呗 丑死我了 跟你说这也没用 就歇车吧 不是 我 我们那个 上海那个地方 要不要的话 其他地方可以试试的 其实我们袜子还很好卖的 不是好多那个小贩都偷偷 你还以为我笨哪 这招我早就想过了 那小商小贩一天 只能卖出十几双去 咱们这么大个厂子 那叫几万双啊 放到哪儿 那也是不好销售的呀 你们看咱们销售科的 同志跑出去了嘛 干好自己工作吧 别再给我填乱了 我 我能试试吗 谁 我 你呀 年轻人立功心切 这我理解 江额 你要是能把这几万双 网子都卖上去 我立刻提拔你们 销售科科长 尝尝 谢谢你啊 谢谢 你对我太好了 谢谢 你你你你 等一下 你现在还没资格 等慢出去以后再说 陈江河 你说你小子这么长时间 不跟我联系 快急死我了 什么网子 还没资格 你 等会儿 等会儿 行 你说吧 袜产的地址 联系电话 行 没问题 我马上通知封建他们 我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 你尽快啊 帮我把这个消息 在市场上全都散开去 你就讲说是 你就讲说是 洛玉珠 当初 静的袜子的唱 臭的袜子 没问题 你等我消息吧 好的 我能再打几个长途吗 阿夏 我是有爱闺门 我最无接配 款下回下 爱喝爱没啊 胸胸还 拿起来记得 不准一久就看 注意摊摊 注意一下好消息 袜子大王竞袜子那个长指啊 他已经找着了 你们谁要想进货的话呢 上我这儿来包个套 对 来来来 对 来来 专家 赶紧把摊开了 咱们赶紧来回处处处 看好啊 好啊 你个寡婉 老子给你算笔杂 从你们老家做人物 到这儿我花好多钱 老子不给你拆八字 我帮你带回去的活 我买出的利润是 拆钱的鸡翅碑 来嘛 拆掌有人接约你 我把你的秘密都讲出去了 你要是不高兴 要不要回来找我孙张 这都是你算的 试一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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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合不合适 不合适我再改 我前两天进城 看他们再处理布料 我觉得挺好的就买 我看一下 站开 站直 不行啊 袖子长了一点 我给你再修一下 好 我给你商量个事呗 嗯 我看他们城里人 好多东西挺好的 就当废品不用了 我倒是觉得 那些废品能挣钱 以后 我就晚上给你做 做一顿饭 行 我晚上多做点 剩下的电厅中国还能吃 行不行 你老不让我出去 我也挣不着钱 我拿什么钱还你啊 你是我老婆 我的就是你的 不用还 大山 我从不欠别人的 包括家里人 家里 还有什么人 没什么人了 除了你 以前的事 你不用问 我真心守着你过如此 来了啊 什么都过 谢谢邱主任啊 还帮我们调了一辆车过来 咱们啥时候 想过这样的福气啊 要是欲助在就好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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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啊 你们注意安全啊 怎么着 你就打算一直在这儿等着她 行吧 衣服那边我也帮你打听着 一旦有消息我就告诉你 哎呀 这么小个地方 我以为你还在这儿摸着 俗话说得好 男人志在八方 你说你这是何苦呢 你不要瞧不起我们 这个厂好玩 我们这厂再小五脏俱全 我们这厂再小 大有可为之处 我没开玩笑 我现在喜欢这儿 真的 因为 因为过去 我跑的地方那么多 其实学的就是一个字 叫怎么那么卖 现在我就在想 我能不能在这个地方扎下根 好好学学怎么做 这是我现在的想法 你这句话说得有水平啊 你看 你让我挂不想看的 行 那个知识水平 对了 前两天 歇书记还问起来 嗯 他说那现在呢 各地做小买卖的衣服人 都开始往回走了 逐渐形成了聚集效应 现在县里面呢 也正在总结经验做规划呢 什么叫聚集效应 你 你这么一问我 都不知道怎么给你解释好 嗯 嗯 就好比他是 美国的华尔街 邱主任 好嘞 走吧 那 那 那只能下回说了 自己家是好好的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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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我了啊 哥 我就发现每次见到你 这个人活着就特别有劲啊 人嘛 就得有劲地活着 走了 走 陈江禾呀 陈江禾呀 你说不到半个月的时间 就几袜子都卖出去了 你说 我能不把科长的位置给他吗 我这么大个长长 也不能说话不算叔叔啊 谁知道他这么大的本事啊 那你的意思 科长不给他 我长长的位置给他呀 长长 我可没这个想法啊 长长 我可能还真做不了 销售科的科长 要不然您给我一个 其他的职业联系 你想做什么 我想去设计 设计 江禾 咱北厂没这个部门啊 都是市场留意什么 我们做什么 从我开始就可以有了呀 因为 过去我们生产什么 人家就得卖买什么 对吧 我是觉得从上海退货 这件事情来讲 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警示 我们可以这样想 过去是同购同销 对吧 皇帝的女儿 不愁嫁的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市场活了 所以人的选择也多了 那我们就应该试一试 把这个被动生产 变成主动出击 你们觉得呢 长长 咱们生产袜子 还要设计 那要不然我还是做 销售科科长也行 那就是让你当销售科科长嘛 好好干 长长长长长长长 这年轻人他有想法 你就给他这个机会呗 不行 就叫他当销售科科长 他袜子卖得好 去吧 你出去吧 笑什么笑 王立总 王立总 好好好 你摔不摔 不管 不管 我看了 好 还是你 哎 少女 您下面这天的本 您先给他 您觉得这样合情吗 我 我不太明白一点啊 就是你现在 对对对 这是我看的 我看的时候就有点 还奇怪很好吃的 就是不套心 还不套心什么 厂长 厂长 您再看一眼行不行 我马上要到上海开个展销会去 你回来这汇报不行 我要赶火车呢 不不不不 陈总 陈总 您这样的话 您就算赶上火车参加了展销会 也没用 我实话跟您讲 这个产品还会被退回来的 您想呀 市场变化多快呀 两个月了 别说上海 还有个体户从咱们厂走货吗 陈江河 不就你最能是不是啊 咱厂这么多人 就你去抽名是不是 您还把那正常党放在眼里吧 不是 我没有这个意思呀 我们最近搜集了多少市场信息 给到你们 我们设计了多少套方案 给到你们 你们老说研究研究再研究 你们要研究到什么程度 到这样下去的话 我们参加多少展销会都没有用 要这样下去的话 您这个科长都当不上了 我跟你讲 你 你放肆 你比你是谁啊 你 你带我回去扯你支 慢点 你看看这个东西怎么 兄弟啊 这呢就是改革 你说改革要是没有障碍 没有陈旧的思想啊和进步 你说改它干什么呢 你说得对 所以 你觉得我走这条险路 能不能走通啊 你咋什么呀 走不通你就单干呗 你还得有什么损失吗 你说你在体制外漂了这么多年了 对了 我那天突然想起来了 真没准啊 这个袜肠 还真就是老天爷 故意给你安排的深造机会 哥知道你陈江河是个做大事的人 我真的看好你 你就放开手脚大胆地干去吧 我每次心里面一闹灭你们的时候 我一听你讲好 我真是特别舒畅 你这少给我带高梦 但是我跟你说我还有件事 我没弄明白 你说袜肠也就是当年 宇珠去拿点货呀 他 他他对你还有什么 其他特殊意义吗 你怎么好端端地对做袜子 开始感兴趣了 好了 好了 时候不早了 你也该赶紧休息了 我不打扰你了 以后我们有机会见面再说 好 好 好 那行吧 你怎么办 你每天到底要走多少路啊 这个袜子我刚给你疯了没两天 又扑了 太废了 做梦了 你怎么总睡不踏实 我以前 有过一个老婆 我以前是两个厉害的 你应该是工作室 我准备的 我怕你也怕你还想不到 你也怕你也怕你 明天还得上班呢 踏入睡觉 我不会跑的 我这个人 心命 别 别 快 你怎么来了 我这不是 看你这么长时间没回来 担心你出事了 过来迎迎你 走 回家 来 来 怎么了 脚怎么了 来 手 这个 不是 我东西怎么卖呀 没事 这些小路上没有人 我先把你送回家 然后自己过来拿 随便 扔着点啊 有点疼 拼这么久干嘛 可是女人家啊 哪嘞 要懂得心疼自己 老外跑上怎么回事呢 疼吗 你这样 疼吗 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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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米三五 好 我老想不起来 应该怎么称呼你 江河哥 您叫我小蒋就行 小蒋 小蒋 来 我听说你是大学生来吧 对 我今年刚分到咱们厂子里面来 小蒋哥 你们两个不设计袜子 好多量地干什么呢 那个 明年是运动会 然后我想报个跳远 就跳 跳一下 跳远 跳远 来 怎么了这是 我不知道能吃坏东西了 都给你拿上了 是不是前两天的剩饭吃的 以后剩的都我吃 你回去先我来收拾 好 要不还是去医院看看吧 去什么医院啊 我吃点药就行了 不行 你不去医院我心里不踏着 上海那边火全给退过来了 然后咱们厂子的原料也停止进了 他们都说咱们厂子要倒闭了 コメント 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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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医院 等信 厂 厂长 我们不开工了 是啊 厂长 关闭了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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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不住大家了 咱们厂子一直亏损 上期指数我们关闭 我也没有办法 厂长 两个月工资都没发了 家里还等着你下锅呢 你又退了 我们怎么办 是吧 大家 大家安静啊 大家安静啊 听我说几句 现在呢 是咱们厂子最困难时期 我相信 上面领导 一定会想办法 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的 都有什么办法的 不许可 我承败都不要着急了 不许可 大家别急 先回去休息 行吗 不许可 大咸甲 幸可以 马上 solemn 不能 我都快 就算了 不许可 不能 滓 很 ε 你好 不行 Gun 五何 行吗 阿龙 就说 que 你 是你 是 是 你 沈江河 当时厂长要是听你的就好了 现在全完了 沈江河 当时厂长要是听你的就好了 我现在都没连出去 这一百多号人 这说不干了就不干了 这都怪我啊 产品销售不出去啊 客长 我求您一件事 您能不能帮我把这个 递到上面局领导的手里 谢谢啊 沈江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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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写的到底是什么 承包书 承包 谁承包 我承包 你承包哪儿 承包咱们挂厂 你 承包咱们挂厂 你 承包咱们挂厂 这 这个承包书 我都写了有一个月了 我的承包方案是这样的 就是首先呢 把我们所有的现有库存 按工资抵给职工 让他们能卖多少卖多少 第二呢 把我们的设备 老的设备全都抵出去 第三呢 客长 这东区那片地 可以租出去的 也能换钱 这样我们有了这点钱 上面再支持我们一点 我们买点新的设备 东山再起 袜子厂还有救 沈江河 您是不是早就知道 咱们袜子厂要倒闭啊 好 所以 我也不太惊讶了 我也一直等着呢 颜柯长 您是有能力的人 所以如果你看得上我陈江河 你愿意帮我的话 做我的副厂长吧 还副厂长 陈江河 你真是白日做梦 做梦 做梦有什么不好呢 我可愿意做梦了 但是我跟你讲 我做的肯定不是白日梦 我愿意把梦实现的 郑厂长那个人 你是知道的 人是好人 但是他现在就不做梦了 因为他现在满心满想的就是 安安全全 太太平平退休 人到马头 车到站了嘛 所以他不做梦 他不做梦这个场子 就完蛋了 所以我们这个场 现在其实恰恰需要一个 愿意做梦 并且愿意把梦实现的人 来接受 你又凭什么接受 咱们一个官场 能让你一个个人接受 你太老土了 消息好不灵通的 杭州好多国营企业 现在都是交给个人来承包的 不是说方案不可行 方案只要好 上面自然会同意的 你知道 换你带积极多少钱吗 所以我跟你讲 东区那片地可作可卖 陈江河 你也太不自量力了 你一进那生产线 能保证这些花子 都卖得出去吗 我换产品呢 我都想好了 要换玻璃挖 这个东西了不得的 玻璃挖在广州深圳那一带 已经流行好久了 你给我半年时间 我保证其次回深圳 玻璃挖 你竟然都想到这儿了 那你为什么不早地提 偏能厂子倒闭了才提呢 颜柯社 倒闭之前 我已经把好多方案 都给到过你们 你们哪一个方案听过 你既然有这么大的本事 为什么还跑到我们厂子来 你到底是什么人哪 我就是个义务人哪 你说 这胃不舒服 大夫怎么让你念尿啊 他没说什么呢 您说 有 那个 我过去看一下结果啊 我 我可以 不用 你坐着 我看完了告诉你 在那儿等我 好 手套嘞 正宗的猪皮手套 手套嘞 正宗的猪皮手套 手套嘞 正宗的猪皮手套 来 你喊呀 手套嘞 正宗的猪皮手套 大点声 手套嘞 正宗的猪皮手套 别像我这样 手套嘞 正宗的猪皮手套 你都还上房了 你说谁上房呢 你才上房 走 与朱姐 你 您怎么在这儿啊 陈江河 陈江河在哪儿 小伯 陈江河在哪儿 我哥他 那天晚上我跟大光跑了出来 路上遇到我哥了 然后我哥他就把他身上所有的钱都给我了 但是他说他不能跑 还让我跟大光一起做手套生意 所以我们 原本我们都以为啊 你跟鸡毛哥远走高飞了呢 后面碰到村里人 说鸡毛哥跟他爹也闹翻了 为了找你 谁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玉珠姐 难道你跟我哥 没在一起啊 工商来了 走 玉珠姐 玉珠姐 赶紧去找我哥 他一定在等你 我去找我 玉珠 拿结果 玉珠 玉珠 拿结果 来 你是他什么人 同志 我是他的丈夫 好 同志 我问一下 这个杨姓是什么意思 好 遇了 来 玉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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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孩子了 我们有孩子了 我当爸爸了 玉珠 我们有孩子了 不好意思了 不好意思 我收到你了 好 我 Mom bunları 你 我是 你 你 我 要不让我把那家叫出来 送了你 不用了 我也对不住大家 我知道 您在这儿待了这么多年 我感情 舍不得 要不让我 咱爷儿俩 咱们散散步 把这院咱们再转转 好不好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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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走吧 这么快就成了你的人 哪有哪有 你用什么方法笼着人心呢 厂长 要真说笼络的话呀 他们不会相信我的 也不会听我的 对吧 那为什么全场杀下那么多人 连名上书 对 一个不拉下 让你接这个场 商界领导那么快就劈下来了 以后没有人 我有靠山呗 对不住啊 我脸老了 两眼回话 油眼不是太帅 好 陈娇哥 来 你跟我说句实话 你究竟是靠谁杀来的 你笑什么 我靠的是对这个场的感情啊 我靠的是我真心想救他呀 你说你 一个小伙子啊 刚来这个场几个月呀 我对这个场的感情啊 得是从二十年前 我一个小女孩跟着她妈妈 到这个场来打工那个时候 开日子 我就为了那个小女孩 我也要救这个场 你 对 说到这儿我还想起来了 好些年前啊 有两个人 冒充您的二姑和二姑父 到这个场来提货 我说的那个小女孩 就是你二姑 好 好 我是你二姑父 我尝尝啊 真心给你倒回去 行 杰哥 后生可违啊 有你在这场 我心里 踏实 好 你能听见什么呀 这还没涨全乎呢 你别说话 我真听得见 他还能听见我们说话 你听见什么了 我 你傻巴气 行了 赶紧去那儿去 行 那你可答应我啊 你千万不能出去干活了 我中午给你送饭去 不行 你不能走远路 我自个儿回来试 那我走吧 嗯 老婆 以后我赚钱养你个孩子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 我们怎么生产来生产去 全都是这种担设 你想想办法吧 你想想办法你看看能不能给我提出 什么其他颜色的花 一朵花 不一样颜色的花 你要一朵都可以 这厂长 你别说咱厂不行 这其他的厂它也没办法呀 这种机器它根本就不可能存在 不可能嘛 有需求就一定存在 你研究研究嘛 厂长 孟明有点找别 说让林老乡 小姑 大光 哥 哥 来来来 让我抱抱 哥 你们怎么来的 我们都想死你了 结果呢碰到我们村的人 说你都当了厂长了 我们就寻过来了 那咱们出去吃饭吧 我给你们接风好不好 不是 等会儿 等等我啊 哥 在哥面前就别逞能了 大光你都骑上摩托车了 行了 你就自己骑吧 我跟我哥走着去 别呀 一起 一起 来 一起 来 哥俩好我 全来闹口 无归说话 无归说话 马克 克 等一下 这杯酒之前我得问清楚 一件事啊 说 你有没有欺负过他 我 跟我讲实话的 我哪敢欺负他呀 就他欺负我来这 时间啊 哥 放心吧 我们俩现在有意见不同的 他都听我的 这是我兄弟了 哥 还有谢谢你呢 那年你让我们 进猪皮手套 我俩还真是 弄出了点名堂呢 不过他现在要 打退堂股了 都卖袜子了 这我们不但要坚持下来 而且还要翻倍地进货 没什么呢 没什么呢 天也中央 天也中央 收获坦荡 欲望向往那是吧 我向往大天墙 穿过所有忧伤 你站在前方和下大地上 看着我高高飞翔 我靠近你的肩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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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平凡愿望在 沉默与呼喊之间 今天最香凉 天也中央 受过坦荡 羽毛向往那翅膀 我向往那坚强 穿过所有忧伤 你站在前方和山岗一辆 我靠近你的肩膀